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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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年的男神就要成为我的男朋友了 干嘛什么男人要你剃了头发来追他 因为这是我第一次谈恋爱 看到他的时候就心跳加速 难道不是喜欢吗 不你为什么就会心跳加速呢 他哪帅呢 他比我们那那四个帅哥帅 帅多了 这都不用说 继续 我追了他一年嘛 一年之后开生日 他就接了我送给他的礼物嘛 然后当时他还抱了我 他说谢谢我的生日礼物 他是怎么抱的 你是熊抱你还是深情的拥抱 是我扑上去的 这叫头怀送抱 然后我当时 你说完了没有 一看见就是没有青春 要有这么一个女孩追你 你会觉得无聊吗 我就问你吧 你今天干嘛要剃光头 因为就是我那个时候以为 他已经接受我了 我说我跟你表白那么多次 他说你要这么这么喜欢我的话 那你就剃了光头 那我们俩就在一起 我觉得这就是他对我的一次考验 我剃了光头 然后我来这告白 然后我们就在一起 你傻呀 我哪傻呀 他说理就理啊 他说了我理了我们就在一起 我叫你跳海你跳吗 当然不跳 我从来没听过那个男的要 你原来是长头发是短头发 长头发 长头发的时候肯定蛮漂亮的小女孩 嗯 有毛病叫人家把他理 底个光头 我不觉得那男的不怀好意 我觉得他让我理了光头 没准就是怕别的男生看上我呢 他让你剃光头的目的 你只是想证明说 你和我头发一样短了 哥们 懂吗 就是他是哥们 现在跟你在一起 那如果你让他把头发剃了 他剃吗 我为什么要让他把头发剃了呀 那他为什么要让你把头发给剃了呢 我告诉你 这事很简单 如果有一个男生来告诉我 说嘉宇你把头发给剃了 我就答应你做我女朋友 我只会跟他说一句话 走你呢 白白 这什么人呢 明显就是不爱我嘛 对不对 你要真为我好干嘛 让我把头发给剃了 我觉得多少带有一点点 有侮辱兴趣的 没有这个妹妹是这样想的 为什么我们说跳河他不跳 因为跳河他不跳 这个是正常人的反应 但是剃头他可以剃 对他生活没什么影响 对不对 但是剃了头也不是正常人的反应 好 我们再拍一个角度来说 她是个女生 她不是个男生 不不不 这个我觉得不是说只有男生 才有剃光头的权利的 我们不能把这两个这样想 现在本来女追男就很少 像你这么执着的去追一个男生 给你点掌声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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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一坐的 去吧 站好了 好 接下来我问那几个问题 你怎么办 他说你不喜欢我呗 如果这男生真的不来 他不会不来的 他真有可能不来 我觉得 要是 极小极小的概率他没来 你怎么办 那我就知道他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不喜欢我呗 第二个问题 他开玩笑让你理的头发 他说你真理了 他开玩笑 你会生气吗 他当时的语气不是在开玩笑 如果他只是开玩笑 请问你生气吗 生气 还好你有点自尊 第三 他跟你说他已经有女朋友了 你不回答我就不开门 放手呗 好 还好啊 还算是有点冷静 行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倒数五个数 五 四 三 二 一 请按键 不停 一 一 四 一 五 五 十 七 六 一 一 六 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吵啊 不吵 我也觉得不吵 走吧 这是我男神 是不是啊 一个倒霉孩子 让人家李光头干什么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儿子 对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韩西 你那天跟我说 你只要把头发剃了 我们俩就在一起 我不知道头发对 对于你来说 是个什么概念 她陪了我 几年 但是我愿意为了你剃了她 今天来了这个舞台上 你是不是 就要像那天你说的那样 要跟我在一起了呢 韩西 我可以做你女朋友吗 小月 这两年你为我做这么多 每次 都是这样包容我 体贴我 我真是 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你们为我做的每一件事情 我都记在心里 我心里都很感动 我都明白 说实话和你在一起 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开心的 其实 我冲你发脾气白脸子 你的第二天还是 该对我多么好 对我多好 一直在付出 不求回报 所以我今天来也是 不想辜负你 我也想 告诉你我这两年 心中的答复 给你一个正式的交代 我 我强迫过自己喜欢你 像恋人之间 但是我一直感觉就像 对你的感觉 就像对妹妹一样喜欢 我觉得我们不合适 咱俩真不能在一起 不可能啊 韩希不可能啊 你要是不喜欢我的话 你要是不喜欢我的话 为什么在我肚子疼的时候 你要帮我带热水啊 你要是不喜欢我的话 你为什么在我发伤的时候 你还陪着我 你还把我送到医院 还守了我一夜 你都忘了吗 这些都是朋友之间可以做的 那你生日送我的这个 这个算什么 因为你当时送我的东西特贵重 那不是贵重 那是心意 你怎么可以啊 这对不起小月 我不用你说对不起 我真的一直把你当做我好哥们 一直像那样对待你 我不想当你的哥们 我不想当你的朋友 而咱俩只能做朋友 我为什么只能做你的朋友 你人很好 你对什么事都好 对身边人身边事都很好 但是感情不是强逼出来就能有的 我就是过不了自己那关 否则我早答应你了小姐 我哪里做的不好啊 你做的都很 我喜欢了你两年啊 我追了你两年 你而不喜欢我 为什么不一开始告诉我啊 不想试试 你而不喜欢我 为什么告诉我 听了头就能跟我在一起啊 你而不喜欢我的话 你为什么 要让我穿着这么多人的面前 跟你表白 你才告诉我啊 我希望哪里不能做你的新朋友 你告诉我啊 你告诉我 我再也不行了 我再看看我的 working 我再绝对你 词请' 我再说 我再说 我这自己不确定 你为什么要试试 她 że因为 我再那还 看我 你 我再带你 我再想 文静 词听听听听听听 词听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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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聽 词听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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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带着给您带着 那我给您礼吧 要理就好好理 站过来 拿个凳子上来 边理边想清楚自己的事 一头发别白理了 好吧 别闹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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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要随便地去疯狂 也不要随便地去任性 任性和疯狂 不一定能够换来真正的爱情 我们爱人一定要爱的方法要对 你让人家害怕 不敢接受你的爱 不要搞这些暧昧的关系 如果你发现对方爱上你 你如果不爱上他 马上当机立断 说清楚 我最认为我最认为我最认为这种形式感特别强的所谓的施爱方式 一个头发就代表我爱你了 做个行为就代表我爱你了 就这么形式化了 为一个人死很容易 为一个人理头发很容易 但为一个人好好活着很难 这才叫爱 好吧张月 你们各走各路 对不起小月 两年间 张月极尽所能追求心中爱慕的对象 从不计较后果 也不计较 暧昧后的真相 而韩熙因为不忍剪断两人的朋友关系 一直为正面拒绝张月疯狂的追求 而给他留下了无尽的幻象 尽管在现场 韩熙试图用自己的头发 为暧昧带来的伤害买单 但是最终 两人还是不婚而散 所以在我们面对别人的爱的告白时 如果不爱 就要坦诚地拒绝 这即使对别人感情的尊重 也是不让误会和伤害发生的真诚基础 掌声有请下一位告白者 主持人好 大家好 为什么你上来有人叫得那么欢乐 是不是有点傻 大家就笑了 对 你不说还真有一点 来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叫高仙子 今年22岁 来自湖南 然后呢 你今天来干什么 我今天是来向我的男朋友告白的 就是想问问他 有没有把我当做女朋友 然后我还想跟他说一句 我从来没对他说过的话 我就想告诉他我是真的爱他 也请他不要再为我上次没有回答他这个问题生气了 因为 那你在生活当中你也可以告诉他呀 没必要到这儿来 就一切都好好的 就突然有一天他就叫他厨师 拿了两万块钱给我 跟我说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 如果没什么事的话 那你又没问他这两万块钱什么意思 我认为是非手费 其实那时候 你除了接受他这两万块钱之外 你还接受过他一些什么 我还接受过他给我妈送的礼物 我说指的比较贵重的东西 他给我送过金箱链 给你送过金箱链 对 他就给我送过金箱链 还有你妈妈呢 还有我妈妈他就送点什么补品人参那些吃的 你也都接受了 嗯 作为一个女孩子 你为什么接受她这么多礼物呢 因为因为他喜欢我啊 我莫名地问一下 你们俩之间该发生的都发生了吗 什么什么发生什么 他给两万块钱给你做分手费 我所指的是你们俩之间 该发生的都发生了 发生了牵手还有搭肩嘛 就是情人之间那个 没有 没有是吧 还没有 那你到底喜不喜欢他呢 我是喜欢他 就是因为我现在后悔 当时没说出口 因为上次他问过我 我就没有回答他 你上次人家问你爱不爱他 你干嘛不回答别人 在他店里面当做好多人的面问 我就不好意思 人太多 你不好意思告诉他 那你就可以在台下 也当着很多人的面 回复他一个我爱你就可以了 没必要到这来 因为他现在躲着我找不到他 这男的不至于这么小戏吧 就一你没有上次答应他说我爱你 他就不见了 我想就是因为这问题 因为我在他店里打工 以前别人都叫我老板娘 就自从那天后 他就跟所有人说 我不是他女朋友 就像做了一场梦一样 你又不了解他多少 你收了他们这些礼物 好的时候就很好 分手就突然之间 拿出两万块钱要跟你分手 你不觉得这个东西很可怕吗 我就是觉得可怕 我就告诉我同学了 他就说他可能有老婆 我也不知道 你们在一起只谈到他对你的好 给你的金项料 所以我再加上一种 可能他灵魂发现 觉得将来hold不住你 然后呢 在跟你接触的过程当中 他可能用你刚才所谓的各种礼物 来考验了一下你 然后你让他很失望 为什么要把男人想多那么坏呢 他其实没有得到太多东西 相反你倒得到了很多 这个我不同意 我觉得那男的得到挺多的了吧 得到什么呢请问 得到了这女孩对他的爱啊 现在这女孩都上马美告白来了 他跟他在一起 难道他陪他的时间不是时间了吗 他给予他的这种情感 不是情感了吗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这个现实 你们会觉得这个老板很坏 为什么他可能会有家事 不是说他很坏 而是他所做的所有的事情 他都不符合情理 唯独能够符合这个情理的 就是他在哈尔滨老家 他就是有家事的一个男人 请问这个女孩所作所为 符合情理吗 他都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就接了钱 你花了吗 我没有 你准备还给他吗 我就是想找到他之后 问他问清楚 这两万块钱干嘛 如果他原谅我了 我就给他 我俩像以前一样 如果他真的有老婆 我就给他 我不要 我不再 我不再跟他联系 高新子家境普通 母亲常年体肉多病 当时还在学校读书的高新子 为了缓解生活压力 来到一家火锅店大工 不曾想到的是 老板周瑞峰 对相识不久的高新子 一见钟情 并展开追求 对他的各种要求 也是百一百顺 可就在两人 交往不到半年时间后 老板周瑞峰 突然拿出两万元 让人转交给高新子 希望断绝恋情 以及工作关系 对事情真相 不明就里的高新子 来到现场 希望对老板 周瑞峰大声说出 从未说过的爱 并希望了解 周瑞峰 为何突然提出分手 那么 老板周瑞峰 为何突然拿出 两万元 要决决地斩断 与高新子的联系 他今天 会来到平常 接受高新子的告白吗 这个女生 很简单 甚至过有点 我们所说的二 说话不经过大脑 但是 她有点来久不拒 说难听点 有点不懂分寸 就别人送什么 她都能接 她也敢接 接了之后 人家要跟她分 还给她两万块钱 让她分 她还敢接 所以说 我觉得这个男生 对她应该不会 有别的图谋 她并没有跟她发生什么 只是很简单地牵牵手 可能一开始 会有感情的培养 但是 后来 在整体观察这下 可能会觉得 有点不是心目当中所想吧 所以我今天就想 就想她来接受 我的告白 我想当面问她问清楚 到底她把我当什么 然后这么突然 我想问她问清楚 好 今天不管合与不合 不管猜测的是哪个版本 咱做人得有点骨气 不轻易地接受 别人贵重的礼物 好不好 来 请站到开启高白之门的 恩键方面 好 问你几个问题 如果你的老板没有来 怎么办 他应该会来的吧 因为 他如果不来呢 这个事就像 因为他说过他喜欢我 但如果他不来呢 这事就像个屋头公案一样 就莫名其妙 就这样分了 你会怎么做 如果他不来的话 我就还去他店里等他 我等到他来为止 我一定要跟他说清楚 问清楚 到底是怎么回事 如果他有老婆 我就读书去了 如果他没老婆的话 跟我说清楚怎么回事 如果他真不喜欢我了 我把两块钱还给他 我全还给他 穿了我也还给他衣服 穿了也还给他 如果他说他 真的是只是一个人 一开始有点喜欢 现在确实不喜欢你 那你怎么办 他上次问我的那个问题 我现在就明确地告诉他 我喜欢他 我爱他 那如果他之所以 给两万块钱给你 是因为他破产了 不想拖累你呢 那我就还给他 去别的店打工 我再挣钱给他 还是终生地爱他 帮他 是吗 我爱他 我确定我爱他 来 把手放在按键上 让我们一起倒数五个数 五 四 三 二 一 请按键 五 四 三 二 一 请按键 呻斗 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为什么要突然直接给我两万块钱 还叫厨师给我 你夺起来干嘛呀 你是啥意思呀 我们之间不合适 为啥不合适 也都有个理由吧 刚刚嘉宾都说了 那也得有个理由啊 你何逻辑不 我现在跟你解释不清楚 你说啊 他不说话啊 搞得我好郁闷呢 你让他说啊 每次都不说话 那你让他说啊 站到这儿来主持人说 恭喜你捡到宝了 就这样好不好 你快说我好郁闷的 记住我了 快说 我们之间真的不合适 为什么不合适 你说啊 为什么不合适 你为什么要给我两万块钱 还不见我躲起来 还叫厨师给我 为什么我好郁闷的 对啊 他都不见我 他电话都不接 对啊 你说啊 换了我还是别哭 哇 你的哭还是可以控制的 化妆了怎么办呢 刚刚都到这儿了 我擦掉了 刚刚都到了这儿 擦脸掉去了 我擦掉了 如果化妆了怎么办 你真的是个宝 真的是个宝 来 介绍一下自己 主长好 大家好 我叫周瑞峰 现在在长沙京一家火锅店 你知道今天来干什么吗 知道 你为什么要来 我就想今天在这里 把话都说清楚 你不已经说清楚了 你两万块钱都给别人了 可是他经常三天两头 上我电影区闹 去折腾 我真的折腾不起了 这个我可以 那你不接我电话 那我找不到女人 我当然要去了 不是 你当初不是挺喜欢人家吗 你还说了喜欢别人 怎么现在这便折腾了呢 是 我之前很喜欢的 可是后来我发现不适合 怎么就不适合了呢 别提了 不提我咋知道 你这有一言难尽的感觉 确实是 确实是 说啊 为什么呢 做得不好你就告诉我 我改还不行吗 你要告诉我做错什么事 你才突然开除我的吧 他三天两头的 把他那些朋友啊 同学 整来吃饭 每次吃完了到前台 然后呢 直接把单往这一放 他就说免单了 是你要的免单单 不是人家要免的单 然后我也不好意思说啥 我看他平时对我好 我问了他了 我说能不能免单 他说可以 你看不出他的脸色吗 然后呢 除了这个事 还有什么事 后来他就 就去领他家帮朋友吃完 去唱KTV去 消费的时候 然后呢 让我去刷卡去 你不是说 他对你的朋友都很好吗 你为什么不让他 跟你们一起唱歌吃饭呢 我让他有时候 有时候就说不好意思 但是有时候下雨了 他就送我们回去 但是他也不多答应 他说了他们同学 就那个家都住在山上 然后呢 就让我那个 让我送他 你在湖南哪儿读书啊 岳路山 岳路山是吧 大学城岳路山 那怪不得 你要送山上 然后呢 还有什么事 我给送完回家以后呢 他就老高兴了 我就跟着行色 并开车我就变形色了 你就郁闷了 我就 我相当郁闷了 你当时怎么不郁闷啊 然后呢 你这郁闷跟他说了吗 我想过跟他说 你为什么不说 但是我心里跟他掰吃不清楚 我别 你没说 你怎么可能吃到掰吃不清楚呢 他有的时候说话 我说一句 他十一八句顶着我 他这么厉害 行吧 没有有效的交流 然后呢 这都不要紧 然后呢 这都不要紧 还有更惨的 还有什么更要紧的 我怎么不知道 他那个微信朋友圈上 经常发表 他喜欢啥 喜欢啥的 然后那个 这不是下钩子吗 我那看着吧 你说 哎呀 有的时候想点赞 然后呢 想点赞 然后呢 你有席子 哎呀 给他个惊喜吧 就直接给他买的 啊 不是 你可以啊 你老在朋友圈上 发你喜欢什么 喜欢什么 我真喜欢 因为同学他们都买我 但是你每次喜欢他 他就有实现了 你不是觉得挺上瘾的吗 就是啊 我就觉得他挺好的啊 我就跟他在一起 很有安全的 但是你不知道他很有郁闷你 我不知道 他都不跟我说 你向他表白过了啊 我没有跟他表白过 他不是说你当好多人面 为他喜不喜欢你吗 那天真是要气死我了 你听你啥呢 你不说我咋知道莫名其妙 怎么气死你了 本来是我挺信任他的 我把我这个收银台交给他管理 谁知道他呢 时不时的就拿点钱出去 时不时就我这少了点钱 你还做这种事 那我是想买点自己喜欢的东西 那也不是给我一个人买的 我给你也买了 我拿了就告诉你了呀 我拿了之后我就问他了 他就没说什么 我问你 你都答应了 他每次都是先拿完再跟我说 那你可以让他说 你有没有跟他说下次不准再拿 因为他拿完以后 我说第一次我是不好意思说 第二次呢 我又发现又少了 那你既然已经对他不满意了 干嘛还在众目睽睽之下 问他喜不喜欢你呢 我那天真是被他逼急了 我就奇怪了 我当时我就跟他说 你到底爱不爱我 我其实就想跟他说 你到底是爱我人呢 还是爱我的钱呢 那你又不说全 只说了一半 结果他怎么说呢 我就没回答他 他当啥事没有一样 所以你就伤心了是吗 老失望了这种感觉 那后来你给他两万块钱 又怎么回事呢 就想以后让他好好生活呗 我问你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 在这种种行为的过程当中 你也觉得你挺有面子 我倒没觉得啥不啥面不面子 我就觉得他是越来越离谱了 但是呢我这个人 又不好意思直接跟他说话 但是你开车送我回家 还有我同学回家 我觉得挺有面子的 我同学也是羡慕我的 你当然觉得有面子的 那你那同学挨个我给你送回家的 那还想咋的呀 所以他们羡慕我 觉得你也挺好啊 大致听清楚了啊 我的个人感觉是 但凡是这样的一个女孩 到他店里跟他谈朋友 都会变成这个样子 我觉得男生的沟通 实在是太少了 就是默默在心里面生气 两个其实很喜欢对方 可是又因为这种生活上的习惯 和这种金钱 金钱观不一样 所以才会造成两个 就要分崩离析了 男孩子是比较少沟通了 但我想说女孩子 就是虽然你很多东西你懂 但是人情世故 你不是那么的懂 所有的东西你想要吗 想要就自己去赚 自己买给自己 另外女孩 你过早啊 把自己角色给定好了 这边还在考验你 是否符合女友的标准呢 你那边已经以老板娘自居了 别说那么高超的一些层面 他们俩其实都虚荣 虚荣的方式不一样 女生的虚荣方式就是忘了本 她忘记了曾经她出来打工的时候 她的初衷是为了减轻家庭的困难 而这位老兄虚荣的方式是要面子 毕竟我找了一大学生的女朋友 给她面子就是给我面子 这个女孩一开始是一个不错的女孩 是你没有把她引导好 你一步又一步的纵容 她才成了今天这个样子 如果你们俩能够吸取这样经验教训 以后懂得有效的交流的话 我觉得是可以在一起的 因为这个女生本质上挺纯良的 你不是要向她告白吗 来站到这儿来 你站这儿 哎呀 你们俩是棋逢对手 接下来是高仙子的告白时间 周瑞峰 我今天第一句话我先回答 那天你没有听到的那句话 周瑞峰我爱你 但是我今天来到这个舞台 我还要感谢主持人还有嘉宾们 他们对我的教导和教育 谢谢你们提出了我的缺点 我觉得我是学师办的 我以后应该是要为人师表 我不应该自己这样虚荣 虽然你送我回去挺有面子的 但是我不应该拿这个来炫耀 我应该多想想你 经营火锅店也不容易 你还 你也是这样白手起架的 跟我 跟我差不多 我比你小十岁 应该是你就比我多吃了十年的苦 我觉得我错了 你可以原谅我吗 我 如果 你在你回答之前 我也害怕你听到你说不原谅我 其实我一直都挺喜欢你的 可是你所做的所做的一切 真的让我好失望啊 那你就是不肯原谅我 我也打算等你毕业以后 我改还不行吗 然后咱俩好好相处跟你说 我改还不行吗 我说了我改还不行吗 我说了我改还不行吗 你你要不原谅我 那你再找个去吧 你真的能改吗 你怎么知道我就不能改呢 你怎么知道我就不能改呢 我再找个去吧 我再找一遍 我现在想要改囅 你怎么办 我一直想要改没 就是要改的 你那你什么人 你 我只要 Pur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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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就要大声说出来 这里是辽宁卫视完美告白 感谢大家的陪伴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你为什么要躲着我还不接电话 你老婆是哪人你告诉我 你说你告诉我 没有老婆 没有老婆 那你为什么要突然之间 给我两万块钱 还叫厨师给我 你躲起来干嘛呀 你是啥意思呀 我们之间不合适 为啥不合适 也都有个理由吧 刚才嘉宾都说了 那也得有个理由啊 你和你合逻辑不 你现在跟你解释不清楚 你说啊 他不说话啊 搞得我好郁闷啊 你让他说 每次都不说话 那你让他说啊 真的这样来主持人说 恭喜你捡到宝了 就这样好不好 你快说我好郁闷的 气死我了 快说 我们之间真的不合适 为什么不合适 你说为什么不合适 你为什么要给我两万块钱 还不见我躲起来 还叫厨师给我 为什么我好郁闷的 对啊 他都不见我 他电话都不接 对啊 你说啊 忘了我还是别哭 你的哭还是可以控制的 化妆了怎么办呢 刚刚都到这了 我擦掉了 刚刚都到了这 擦脸掉了 我擦掉了 如果化妆了怎么办 你真的是个宝 真的是个宝 来介绍一下自己 主长好 大家好 我叫周瑞峰 现在在长沙经营家火锅店 你知道今天来干什么吗 知道 你为什么要来 我就想今天在这里 把话都说清楚 你不已经说清楚了 你两万块钱都给别人了 可是他经常三天两头 上我电影去闹 去折腾 我真的折腾不起了 这个我可以 那你不接我电话 我找不到你 然后我当然要去了 不是 你当初不是挺喜欢人家吗 你还说了喜欢别人 怎么现在这变折腾了呢 是 我之前很喜欢的 可是后来我发现不适合 怎么就不适合了呢 别提了 不提我 咋知道 你这有一言难尽的感觉 确实是 确实是 说啊 为什么呢 做的不好你就告诉我 我改还不行吗 你要告诉我做错什么事 你才突然开除我的吧 他三天两头的 把他那些朋友啊 同学整来吃饭 每次吃完了到前台 然后呢 直接把单往这一放 他就说免单了 是你要的免单单 不是人家要免的单 然后我也不好意思说啥 我看他平时对我好 我问了他了 我说能不能免单 他说可以 你看不出他的脸色吗 然后呢 除了这个事还有什么事 后来他就 就去领他家帮朋友吃完 去唱KTV去 消费的时候 然后呢 让我去刷卡去 你不是说他对你的朋友 都很好吗 你为什么不让他 跟你们一起唱歌吃饭呢 我让了他 有时候就说不好意思 但是有时候下雨了 他就送我们回去 但是他也不多答应 他说了他们同学 就是那个家都住在山上 然后呢就让我那个 让我送他 你在湖南哪儿读书啊 越露山 哦 越露山是吧 大志城越露山 哦 那怪不得 你要送山上 然后呢 还有什么事 我给送完回家以后呢 他就老高兴了 我就给人寻思 并开车我就变寻思了 你就郁闷了 我就相当郁闷了 你这个你当时怎么不郁闷啊 然后呢 你这郁闷跟他说了吗 我想过跟他说 你为什么不说 但是我心里跟他掰吃不清楚 我别 你没说你怎么可能 吃到掰吃不清楚呢 他有的时候说话 我说一句他十句八句顶着我 他这么厉害 行吧 没有有效的交流 然后呢 这都不要紧 然后呢 这都不要紧 还有更惨的 还有什么更要紧的 我怎么不知道 他那个微信朋友圈上 经常发表 说喜欢啥 喜欢啥的 然后那个 这不是下钩子吗 我呢看着吧 你说 哎呀 有的时候想点赞 想点赞 然后呢 用心子 哎呀 给他个惊喜吧 就直接给他买的 不是 你可以啊 你老在朋友圈上发 你喜欢什么 喜欢什么 我真喜欢 因为同学他们都买我 但是你每次喜欢了 他就有实现了 你不是觉得挺上瘾的吗 就是啊 我就觉得他挺好的 我就跟他在一起很有安全的 但是你不知道他很有郁闷的 我不知道 他都不跟我说 你向他表白过了 我没有跟他表白过 他不是说你当好多人面围 为他喜不喜欢你吗 那天真是气死我了 哎 听你啥了 你不说我咋知道莫名其妙 怎么气死你了 本来是我挺信任他的 我把我这个收银台交给他 管理 谁知道他呢 时不时的就拿点钱出去 时不时就我在少了点钱 你还做这种事 那我是想买点自己喜欢的东西 那也不是给我一个人买的 我给你也买了 我拿了就告诉你了呀 我拿了之后我就问他了 他就没说什么 我问你 你都答应了 他每次都是先拿完再跟我说 那你可以让他说 你有没有跟他说 下次多准再拿 因为他拿完以后 我说第一次我是不好意思说 第二次呢 我又发现又少了 那你既然已经对他不满意了 干嘛还在众目睽睽之下 问他喜不喜欢你呢 我那天真是被他逼急了 我就 哎 气坏了 我当时我就跟他 我说你到底爱不爱我 我其实就想跟他说 你到底是爱我人呢 还是爱我的钱呢 那你又不说全 只说了一半 结果他怎么说呢 我就没回答他 就是不差 他当啥事没有一样 所以你就伤心了什么 老失望了这种感觉 那后来你给他两万块钱 又怎么回事呢 就想以后让他好好生活呗 我问你一个 比较敏感的问题啊 在这种种行为的过程当中 你也觉得你挺有面子 我倒没觉得 啥不啥面不面子 我就觉得 他是越来越离谱了 但是呢我这个人 又不好意思直接跟他说 但是你开车送我回家 还有我同学回家 我觉得挺有面子的 我同学也认为 你当然觉得有面子的 那你的同学挨个 我给你送回家的 那还想咋的呀 所以他们羡慕我 觉得你也挺好啊 大致听清楚了啊 我的个人感觉是 但凡是这样的一个女孩 到他店里跟他谈朋友 都会变成这个样子 我觉得男生的沟通 实在是太少了 是默默在心里面生气 两个其实很喜欢对方 可是又因为这种 生活上的习惯和这种金钱 金钱观不一样 所以才会造成两个 就要分崩离析了 男孩子是比较少沟通了 但我想说女孩子 就是虽然你 很多东西你懂 但是人情世故 你不是那么的懂 所有的东西你想要吗 想要就自己去赚 自己买给自己 另外女孩 你过早啊 把自己角色给定好了 这边还在考验你 是否符合女友的标准呢 你那边已经以老板娘自居了 别说那么高超的一些层面 他们俩其实都虚荣 虚荣的方式不一样 女生的虚荣方式就是忘了本 她忘记了曾经她出来打工的时候 她的初衷是为了减轻家庭的困难 而这位老兄虚荣的方式是要面子 毕竟我找了一大学生的女朋友 给她面子就是给我面子 这个女孩一开始是一个不错的女孩 是你没有把她引导好 你一步又一步的纵容 她才成了今天这个样子 如果你们俩能够吸取这样经验教训 以后懂得有效的交流的话 我觉得是可以在一起的 因为这个女生本质上挺纯良的 你不是要向她告白吗 来站到这儿来 你站这儿 你们俩是棋逢对手 接下来是高仙子的告白事件 周瑞峰 我今天第一句话 我先回答那天 你没有听到的那句话 周瑞峰我爱你 但是我今天来到这个舞台 我还要感谢主持人 还有嘉宾们 他们对我的教导和教育 谢谢你们提出了我的缺点 我觉得我是学师办的 我以后应该是要为人师表 我不应该自己这样虚荣 虽然你送我回去挺有面子的 但是我不应该拿这个来炫耀 我应该多想想 你经营火锅店也不容易 你也是这样白手起家的 跟我差不多 我比你小十岁 应该是你就比我多吃了十年的苦 我觉得我错了 你可以原谅我吗 我如果你在你回答之前 我也害怕你听到你说不原谅我 其实我一直都挺喜欢你的 可是你所做的所做的一切 真的让我好失望啊 那你就是不肯原谅我吗 我也打算 等你毕业以后 我改还不行吗 然后咱俩好好相处 跟你说 我改还不行吗 我我说了我改还不行吗 我说了我改还不行吗 你 你要不原谅我 那你再找个去吧 你真的能改吗 你怎么知道我 我又不能改呢 时 Columbia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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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